来个照顾与支持啦 所以今天 他特别要公开他新的 那个基地来给大家看 就是我后面这个有没有 最近我也都在一直在弄 各位看 上面也有挂了很多植物啊 就是说在整理 也整理的差不多了 我想说今天就来 给大家先看一下 然后至于 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 那个 做法 那我请我的爱迪先生来 跟大家聊一聊 爱迪先生 擅长 对 哈喽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 目前各位看到的 是我的 新的一个基地 那 这是一个墙面 那我这边 采取的这个就是 压管 就是水电行 可以买得到的六分的牙管 这可以来挂一些 我们要种的东西 那这里说这个牙管的连接 想要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 他是用这种 这种铁线夹子夹住 这个 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在那个 这已经开花了 那 那他 吊在这边 我觉得 刚刚好 那 最主要我要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 我的遮养的方式 因为我们 把这个 兰花 移到这边之后呢 发掘 这个花朵的受伤了 你看这边 这个 跟人一样 照太阳照太多也会照晒伤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晒伤了 包括这个 这个都晒伤了 这本来都是绿色的 结果太阳照太多就变成 焦掉了 那 我就 在今天 就特别做了一个 一个这个 声音的一个网子 那顺便给各位 参考一下 那个楼梯给我一下 那我想 各位在这个 种这个花的时候 也会怕 跟我遇到同样的一个晒伤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 塑胶管 做一个遮养的一个棚子 我是用这个 这个 四分的塑胶管 做一个活动的一个架 这种 黑色的 这种黑色的网布 来把它夹在这个 这个塑胶管上就可以了 那黑色的网布 要买很容易啊 可以跟我们联络就好了 还有这个黑夹子 我们这边都有的 那由于 由于我们这个 上面可以 可以挂 所以我们就用铁线来挂 那你如果 你的上方 如果没有铁线挂的话 你就可以从下方 拉一个杆子 从下方 做一个支撑 那今天我装上去的结果 我发现 阳光实在太强了 光是 一个网子还是不够 可能要加第二层 那麻烦你拿 那个第二层给我 长条形 长条形 对对 那我就来加装这个第二层 对 我们就可以再把第二层铺上去 当然你铺完第二层之后 也要用一个夹子把它夹个固定一下 那至于要铺几层 就看到 看你当时的 你的那个 现场状况 因为每个人的现场状况不一定嘛 这个黑色夹子 我们可以跟它 拆开来 重新再夹 那这样就夹两层 没有关系 你往后退就好了 然后 你拍前景点 然后 如果说 你这边 这边的那个 遮的还不够 你这边还可以再 再弄网子 我再去拿那个网子 直接拿给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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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像我们这种网子 你也可以做一个 锤子的一个遮阳 这锤子遮阳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 用一个 简单的夹子 就把它夹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目前这个 我给各位做一个示范 那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一次 再铺一个网子 做加强的一个遮阴效果 那 再来我还想跟各位介绍 就是说 我们一般 一般我们这样 这样再种的话 都差不多是 是 一个墙面 然后用铁杆 来钓我们的花朵 那可是 我是觉得 我们这个最顶层的时候 感觉蛮可惜的 变成说 花朵 你到这边 那上面末端的话 感觉是 是有点浪费的 所以我就 会在上面 加一个这个 种植管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 加在我们这个 花墙上端的种植管 这个种植管 我们是用土耕的种植管 我们塞土 然后播种 我目前种的是小白菜 那这样的话 这个整个一个花墙 就不会说 那种无头无尾的感觉 上面 这个 顶端会长满 这个一片的绿玉 这样子 绿色的一个植物 这样会感觉上 比较好看 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墙的部分 那除了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铁杆是活动的 你可以增减这个铁杆 那我除了这个 我还有利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想要介绍的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 废弃的一些建材 建材的材料 这个是 当初装潢的时候 拆下来的这个 这个里门窗的一个 窗框 这不是里门的部分 是里门窗的窗框 然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砖洞 这个地方有砖洞 砖洞的话 你可以插上这种 这个 四分的铝管 牙管 这牙管 四分牙管是蛮强的 牙管的话 你就可以来 来挂这个 你的一个 花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四个横桿 五个 五个横桿 那可以把你的兰花 把它吊在上面 就是说 其实像我们这种 晦气的这个 这个建材 事实上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它这个是 呃 铝的 所以你 你直接插在 插在土壤里面 它 不会腐烂 算蛮耐用的 而且 你在这个花园里面 风吹 日晒 雨淋 也都不会生锈 所以这个 感觉相当好 那这个 这个 牙管呢 又是可以 可以抽换的 你可以 扩增它的一个 距离 目前我们是 30公分一个位置 当然 你的需求 你不见得是 钻30公分的孔 你可以钻 15公分也可以 更密集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要怎么弄 那钻这孔的话 用 延续钻 21mm的 来钻就 刚刚好 那像这种 像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这个 还有用这个白贴管 做一个 伸缩嘛 那你的种植的话 万一你想要增加干什么 你就可以 弄一些 伸缩管 在上头 然后 可以增加你的一个 种植的范围 那目前 目前 这一个区块 是我们的一个架子 已经弄好了 但是我们的植物呢 也要慢慢慢慢的一个 添加上去 那当然我们最 最先添加的就是我们的这一颗 这一个就是 最近在直播大家常看到的蝶豆花 蝶豆花 今天也采了好多好多的蝶豆花 那我相信这个蝶豆花 在这边应该也长得 快不错才对 好 那由于这个 都市 这个空间 都是有限的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利用这个墙面 来做整个墙面的一个种植 那除了这个之外 然后呢 我们还利用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平台 来种这个花朵 那这个平台是什么呢 其实 只有我们冷气机的上方 啊 冷气机的上方 我们也用这个 木板做个平台 那当然这个平台 这也是一样 用这个铁管制造的 铁管 这个是四分管 四分的牙管来做 这样的话 你的花 就不会压到 你的冷气机 而且冷气机的上方 空间也不会浪费 然后这边 如果有铺这个 防水布的话 水也不会滴落到 你的冷气上面 就是说 你有空间的话 当然就可以 就需要 尽量的来利用 好 那我 嗯 我们的这个 新的基地 就是 刚开始在布置 那 那 碰到昨天 我们刚好是 满十万订阅户 那 就 这个摺起步 撞起 那我今天就来 跟各位这个 分享我们新基地的诞生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订阅哦 那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也要 告诉你的朋友 那 就像我昨天讲的 希望我们的声量 能在这个 YouTube 这个整个 整个环境里面 变得更大 这样子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观赏 拜拜